Hello,大家好,我是Braden 前阵子我看到有网友在评论区问能不能推荐多一点除了S以外适合卖虚拟产品的平台 所以这一期我会介绍10个适合售卖虚拟产品的平台 首先讲一句什么是虚拟产品 顾客只需要通过下载就能够完成交易的 那就是虚拟产品了 比如说各种的电子文件啊,图片啊,表格啊,软件和音乐等等 那么虚拟产品的好处呢,在于我们不需要发实体产品的话呢 全世界只要能上网的人都是我们的客户 就不会限定于某个国家,某个时区或者是某个地区 首先来讲一下今天推荐的10个平台里面呢 主要分成两种模式 第一种是Marketplace的形式 Marketplace的形式也就是平台跟第二种工具型的区别在于呢 Marketplace型呢,它是自带流量的 也就是说它自带的流量跟转化两种功能属性 平台会给我们带来搜索流量 并且顾客搜索完之后是可以直接下单完成购买的 那么第二种,今天下半部分要介绍的工具型的平台 比如待会要讲到的Gumroad呢 就是只有转化,也就是说只有交易的这个功能 比较适合本来就有一定流量的一些内容创作者 或者是专家去进行一些虚拟产品或者咨询服务的变现 另外一个今天介绍的平台里面呢 大致分成两种模式 一种是佣金的模式 另外一种是费用的模式 这两种的区别在于如果我们是收佣金的话呢 我们把设计上传到平台以后啊 我们其实相当于是这个平台的供应商 他把我们的设计应用到他的产品库里面 那么每当有顾客买了用了我们产品的设计的产品之后呢 平台就会分给我们佣金 而费用模式的话呢 等于平台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渠道 产品卖出去之后啊 产品通过这个平台 也就是这个渠道卖出去之后呢 我们给卖家给平台去给他们佣金跟给他们费用 好简单做一个介绍之后 我们来推荐第一个平台 首先本期视频的结构呢 是我会介绍各个平台的一个流量 还有他的收费模式等等信息去做对比 最后我会谈一下我个人比较推荐做的平台 第一个 T-Public 这里我截取了他上个月 也就是三月份的一个流量的数据 月访问量是1200万次 这个平台主打的产品是衣服贴纸 还有杯子 收费模式呢 是平台给我们佣金 也就是说我们是他的供应商 那么不同尺寸跟不一样的产品呢 给的佣金会不太一样 大概来说每一单的佣金 大概会在 Depends on 产品的不一样会在2美金到21美金之间 这么一个区间 T-Public这个平台的特点是大家可以看到他网站的一个风格是比较年轻一点的 还有他的设计是偏比较搞怪类型的这种风格的 然后第二个我介绍的平台是Spreadshirt 他们家三月份的流量数据月访问量是160万次 他们家的收费模式同样的也是给我们佣金 佣金是产品成本的20%是平台给我们的佣金 那么这个平台主打的产品呢 是各种节日啊各种适合送你的衣服类的产品 另外这个平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你的设计是否是原创 这一点比较重视 第三个要介绍的平台是Display 三月份Display的流量数据呢月访问量是1000万次 这个平台主打的产品是金属海报 这个产品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呢 顾客收到他们的产品呢 里面会附有一个磁力的小片片 然后顾客把这个小片片贴到墙上之后呢 顾客再把那个金属的海报直接吸上去就好了 那么这个产品对于租房子的人来说呢就非常友好 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平台的供应商 我们只需要上传我们的设计就好了 然后平台会把我们的设计应用到他们的金属海报这个产品上面去 另外这个平台呢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承诺每销售一个金属海报 他们就会种十棵树 这个对于欧美啊 这个环保意识非常强的年轻消费者来说 也提供了一个算是购买的动力吧 因为他们家的金属海报这个产品其实价格并不便宜 客单价在100美金以上 作为卖家的话呢 我们在也不是卖家是供应商 作为供应商的话呢 我们在该平台得到的每一单得到了佣金大概在4.5美金到9美金之间 第四个介绍的平台是ZESO 三月份的流量数据月访问量是350万次 平台主打的产品是贺卡 衣服还有杯子等等 收费模式呢 同样的平台给我们佣金 不同产品的佣金是不太一样的 实体产品的话呢 如果用了我们设计的销售出去的实体产品的佣金 是给我们的是销售额的5% 如果是虚拟产品的话呢 那就是销售额的50% 下一个介绍的平台是Cafe Press 三月份的流量数据是月访问量99万次 平台主打的产品是各种节日和适合送礼的品类 收费模式也是同样的卖出了分给我们佣金 一般是售价的5%到10%之间 第六个介绍的平台是亚马逊的Merge on Demand 三月份的流量数据作为电子商务的龙头大哥 月访问量是惊人的43亿次 那么不同的产品呢 平台会给我们的佣金是不太一样的 具体我会放到描述里面 亚马逊官方的一个不同产品给我们的佣金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的下方去看 各个产品的佣金具体是多少 那么这个平台特点当然是背靠亚马逊 这个庞大的流量跟客户的基础 缺点呢就是他们家申请的过程比较繁琐 你需要填一大堆的申请的一些 关于你的一些介绍 还有上传之后你需要平台的审核 并不是一定能申请的上 所以是有一定一点点的门槛的 第七个介绍的平台 是我之前介绍的比较多的平台 SE3月份你的流量数据 月访问量是5.5亿次 那么SE的收费结构呢 是每卖出一单你要给 你要给平台哦 你要给平台6.5%的佣金 还有3%的一个支付的处理费 还有每次出单之后 他要重新上架你的产品 就算是虚拟的产品 就算是电子产品 重新上架的话呢 平台也要收0.2美金的这么一个上架费 那么SE平台的话 特点就是全品类了 什么品类都有 虽然我没有在他的官方的一个财报 或者是数据上面看到 数字产品 或者是虚拟产品 占到他总收入比例的多少 但是我个人猜测 如果是纯这个digital download 也就是虚拟产品的话 至少会占5%以上 5%以上 那如果你算上那种 print on demand 那种POD的产品 也就是说你用printify 等等那些平台 帮你去完成实体产品的一个发货的话 你只需要自己上传一个设计的话 我觉得如果算上是print on demand的产品 那么这个销售额 我至少会占到SE总平台的 这个总收入的30%以上 好下一个 最后介绍的这三个平台 都是工具型的平台了 第八个要介绍的平台是Gumroll 也是我自己目前在用的一个平台 三月份流量数据是月访问量是5700万 我自己会用他家 是因为他们的UI界面非常的简单 操作非常的简单易用 另外就是他家几乎支持所有的虚拟产品 形式包货但不限于有3D文件 音乐视频文件和软件等等 他家通通都支持 你可以上传到上面去 然后给你的顾客购买和下载 收费呢 它是按照产品或者你的服务 售价的10%的佣金是你给到平台的一个费用 第九个介绍的平台是Payhip 三月份的流量数据是月访问量850万次 除了常规的电子书等等的虚拟产品之外呢 这个平台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他可以制作课程 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课程分成每一个章节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设置一些小测验给你的顾客去 他学完了每个章节之后 他可以复习一下看他是否掌握这些知识点 另外这个平台比较特色的功能就是 他会帮助创作者提供这个会员订阅 还有就是预约咨询的等等的功能 那么收费同样是产品或者服务售价的10% 这个佣金会你给到平台 最后第十个介绍的平台是Polio 三月份的流量数据月访问量是620万次 这个平台简单来说呢 就是虚拟产品版的Shopify 就是说帮你搭建网站啊 上传和托管你的数字产品 进行一个销售 另外这个平台还有电子邮件营销 优惠券购物车等等的 这个多种的营销工具提供给你 总结来说就是一站式的帮助你销售 电子虚拟产品的一个解决方案 最后刚刚说到的十个平台 都在这个表格里面 当中标注了红色的平台呢 是我个人觉得 我在综合了各个平台的流量 还有它界面的应用性 用户的友好度 申请难度和费用等等的维度之后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平台 那么这十个平台的链接 我会放到视频的下方 如果大家想要这个PPT的话呢 同样的下载链接也在视频的描述里面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有为你提供价值的话 欢迎点赞和订阅频道 我是Braden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